全世界是中国的敌人 我们来看看中国周边 亚洲 中国周边的军事情况 的紧张情况 为什么全世界是中国的敌人 中国人不好好想想 中国人还欲欲孤醒 在中国周边 俄罗斯 日本 台湾 印度 越南 美国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我们再看看亚洲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和城市之间 都是中国的敌人 特别最近俄罗斯 俄罗斯的军事部署 非常非常的奇异 非常非常的 有什么理由跟美国比 不是一个 奇怪的动向 俄罗斯在中国周边 部署了几个师 十二万人 世界上什么东西 中国最好 中国第一 几千亚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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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百亚坦克 几百亚飞机 谁承认你中国 俄罗斯要干什么 全世界的敌人 俄罗斯千百年以来 都在瓜分中国 这是为什么 都在复事单单的 瓜分这块土地 这个土地是不是应该瓜分呢 当然应该瓜分 但是俄罗斯 是一个非常邪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 他只想吃掉别人 看这些生理 从来对中国都是 一点不手软 看看这有多少年 中国有几颗树这样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是这样 中国是什么 中国人想过吗 我们再看看日本 日本与中国 长期以来 在钓鱼岛的争端 长期以来 在钓鱼岛的冲突 最近 建议委宣布 开发钓鱼岛 在钓鱼岛上建立实施 这是什么情况 钓鱼岛本身就是日本 本身就是日本所有 中国人硬要在那里插一脚 人力的珍重 那现在日本已经宣布开发 你中国干什么 你能干什么 再过来台湾 台湾 是一个在亚洲 这块小小小的土地上 民主 自由 人权 他们现在没路了 卸政 基本都得到体现 这个身体非常的古老 但中国贴贴威胁台湾 贴贴要把台湾变成一片河海 变成焦土 流岛不流人 你为什么不对俄罗斯这样呢 你为什么不对日本这样呢 你为什么你所说的台湾是中国人 你为什么要对中国人这样呢 你能吃得下台湾吗 最近美国对台湾的频频流好 台湾现在已经启动 与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这里要注明一下 不是指的国民党 不是指的中华民国 指的是台湾 指的是台湾人 跟着我们去长党 美国是对台湾友好 对台湾人友好 不是对国民党 国民党已经 能够为共产党的一个下属机构 台湾正式启动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标志着台湾正式 都能与一个正常国家进入联合国 美国考虑在台湾 驻扎4个重装师 6万人 这是美国重新进驻台湾 在历史上美国就驻军台湾 这是标志着对中国的不信任 对中国的所作所为 引起全世界的反感 全世界成为中国的敌人 那我们再过去越南 越南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敌人 在早期共产党支持越共 后来越共跟中国打一仗 现在一直是没了 一直是心照不去 看印度 最近中国与印度频频摩擦 过去签订的协议是不开一枪 那么现在中印双方都已经开了第一枪 这第一枪不是一般的第一枪 这一枪会造成 跟着我们的尽头去长达 或许会造成印度打进中国 帮助达了喇嘛收复西藏 或许俄罗斯会帮助印度 同时占领东山省 占领北京 就这样中国就被瓜分了 在这边日本 在全世界 全世界中国病毒攻击 跟着我们的尽头去长达 180多个国家向中国讨还 省失 美国提出一个 向中国偿还 180万亿美元 全世界还要向中国讨还 死亡的命债是100万人 超出100万人 尽美国就超出20万人 中国你往哪里躺 在这里中国常常说 中国人常常说把共产党和中国人分开 共产党和中国人分开吗 共产党仅仅仅是一个履历 是一个符号 这个履历符号是由中国 企业的中国人组成 破坏全世界 做出了许许多多反人类罪 这个实际事情 这些事情美国人看在眼里 西方人看在眼里 比如说 赠民新疆 种族米族新疆 杀害西藏人 现在开始对蒙古人下手 对中国国内所谓的汉厨人 杀死几个亿 几个亿的人非正常死亡 仅仅是60年 共产党为了杀人造成粮食官 一下就20上亿 这几年通过各方面的中国共产党 杀害中国人差不多就是两个亿 再加上计划生育 从肚子里拿出来几个亿 中国人有多少起厉 这是中国共产党 连一刀斧头住的吗 不是中国人住的吗 连一刀斧头仅仅是一个共产党